日前大陆民众在网络上发布了一组 《30秒让你读懂薄熙来》的照片 揭示了前中共政治局委员 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当红时期的种种荒诞乱象 如被迫歌颂共产党的各界人士 比如出家人、残障人士、甚至精神病人 这组照片还显示 薄熙来主导重庆时期 媒体宣传唱红歌可以让不育的夫妻产子 唱红歌可以让患绝症的病人痊愈等等 有网友说 薄的荒诞行径让人哭笑不得 这一切就如同大跃进时期 人民日报报道母产一万斤的翻版